我觉得做这个助美体真的太有意义了 突然觉得被人关注的感觉真的挺好的 可能网红的意义就在这里 我跟大家说一个事情 我跟德阳之前就是为了直播去上山 就是3月23号那个作品 然后受到了我们中国体验的一个关注 说我们这个没有幸好 今天要来考察看一下这边 然后我们现在在准备牛肉干 还有水果 我们这边最缺少的水果也在给大家准备 我这边好好的猜一下 待会招待一下他们 7.59am 哦 到了 好 天真 好 现在他们已经走了 他们主要今天的话工作就是过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村里的地址 主要就是我们这边村里就是不干不了是这个样子 整合下来马上屁的话马上可以录 我只是随便拍了一下 如果能帮助到村里的每个人的话那就拍开看 我觉得做这个助美体真的太有意义了 突然觉得被人关注的感觉真的挺好的 可能网红的意义就在这里大家觉得呢 等信号好了我就天天给大家直播 哎呦 而且我跟大家说前几天下学的时候一定点信号都没有 还要出去打电话呢 要不是家里安了信号增强器一个都没有 我刚刚也跟他们提了一下 他们都说哦 没有信号你怎么在这里住的啊 我说那请你们多多的那个 向上面提一下 哎呀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